黑帝斯1是我在Steam上玩過最好玩的遊戲 我還蠻期待黑帝斯2的 現在只是搶先體驗而已 但聽說已經可以玩到底了 我完全對希臘神話一向不同 所以我對希臘神話唯一的印象就只有 那個雷神索爾在宙斯人面前脫掉他的褲子而已 我大概還有一些玩上一座的基礎吧 搞不好啊 如果我真的第一次過勒 那我的YouTube影片就會叫做 遊戲天才第一次都過關 啊 抱歉 讓我重來一次 莫莉諾厄 啊 我一定記不住他的名字對不對 啊 我這樣子就可以開一個 啊 在這個地方他們不能前進的對了 還以為你也難逃你老爸的命運 還有你老媽跟你老哥 他老哥 所以全部人都死了是不是 完蛋了 黑帝斯不見了 那這遊戲還該叫做黑帝斯2嗎 還是說我就直接破台了 啊 這個我記得 這不是那個嗎 啊 卡龍娜 百度人 百度人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可以偷走他的東西 這個我也記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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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很簡單啊 波紋攻擊 波 波紋攻擊 波紋幾首 水藍色波紋幾首 嗯 我還有32滴血 我覺得我真的可以打贏第一個BOSS 我們要來猜猜看我能不能打贏第一個BOSS 要不要來讀 五個人覺得我會輸 六個人覺得我會輸 我很意外的是有五個人覺得我會贏 真的假的 喔 說到BOSS 你搭二瑞BOSS的邊境啦 你的表現超出我的玉璽 說真的 我以為你第一關跟第二關就會死了 該來向我證明你已經有所學成了 況且 我也要看看你是否有能力面對外頭的敵人 來看看誰才是老師 啊~~ OK 我要先看他要做什麼 嗚呼 他都是 欸欸欸欸 太快了吧 放兩次這個鐮刀 OK 他的攻擊目前就三種 他說三我是什麼意思 我以為他要召喚出三個他 我要嚇死了 喔 喔 沒有沒有 我沒有以為我沒有以為 等一下 Oh no 喔喔 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不會一直持續那個狀態就還好 就是那個分身的狀態 OK 二階 一開始就二階 真的假的 Oh shit 呵呵呵 你不能召喚更多敵人出來 那是作弊 然後這個是我如果往外跑就沒事的東西嗎 喔 還好他是用那一招 你又沒有要打我的意思 呵呵呵 已經半血了 已經半血了 OK 二 三階 喔 WTF 為什麼我變成一隻癢了 呵呵呵呵 喔 我好可愛喔 喔 我不記得我在玩進擊高漫傳說 OK 我變回來了 剛剛其實把我變得還蠻可愛 欸欸欸欸 不要太進行他 我怕到時候其實那個外面的光波應該也是可以攻擊到我的 完蛋 這邊可以躲嗎 這邊可以躲 這邊可以躲 等一下 沒關係不急 YES 啊 哈哈哈 其實沒有很難 我殷切期盼每個學習的機會老師 不用不用不用那麼謙虛 菜的啊嫩的啊 哈哈 誰才是老師 OK 下一個 我覺得我能在今天直接打贏黑帝斯2 為歐打老師的學生不是好學生 你也知道那個俗燕說的嗎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祝你有個美好的夜晚 這啥 敵人所造成傷 真的假的 等一下 現在已經會有個小王八蛋 然後給我上debuff了是不是 哼 遊戲天才是吧 呦 魚人 Lurkers 你們知道嗎 Lurkers在中文翻過來就是那個在 就是潛水仔 可惡的潛水仔出來 OK他們就是很小 然後他們蠻廢的 他們會被法陣擋住嗎 嘿嘿嘿嘿 完蛋了他們不能越過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能抵擋野海熊 章魚哥不要脫離這個圈圈 如果你從這個圈圈外面跑出去的話 那 野野野野海熊 那之後會跑出海犀牛嗎 完蛋海源寶寶沒教我怎麼打敗海犀牛欸 然後請問 我剛剛在下面那麼辛苦的打過來 左上角在開什麼趴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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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提姆使出的領域展開 沒人能接近提姆了 在我的領域 等一下等一下這些不是 這些不是那樣運作的 恩 為什麼會有boss的音樂 而且為什麼我瞬間被扣了好幾滴 等一下等一下我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等一下這個東西沒辦法用圈圈擋住 呼呼 我怎麼沒被打到的 這比剛才那個老師還要難打欸 不得不說 當然因為他有護盾的關係 那一下八滴喔哇賽 欸太好了只要你不吐都行 不要再吐了天哪 為什麼所有小怪最強的招式是用吐的吐出來的 啊哈哈哈 好吧我死第一次了終於 我還是覺得剛才那輪跑的還不錯 OKOK這邊就有教學了 這邊應該是我要玩的部分 我應該先玩完這邊之後才去打老師 但是我不需要 但是我不需要 所以克洛諾斯是誰 好像是泰圖很足的王 你是在說那個剛才那個 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了 我怎麼會那麼不會記名字 反正他一定會滅亡啦 不管他是誰 我們今晚就讓他滅亡 我現在滅了他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再也不用去念他的名字 因為我絕對會忘記 就是這遊戲 可以玩多久 就是大概玩到底的話 大概會花多久時間 正常來說啦 意識假面事件 沒有人會忘記 對我忘了開底盤了 好吧 然後通常這裡面都是 恩恩恩恩靜音怪 原來這個是會擋住我的喔 好 我覺得我應該先打這個齁 這個東西比較煩 我覺得蟲蟲其實還好 蟲蟲還蠻可愛的 他現在只會玩繞圈圈而已 OK我可以玩回閃 這樣就好了 好狂撮他 OK好像不太值得欸其實 為什麼他比老師還難打 我總覺得老師是 目前我打過最簡單的Boss 嗨 是誰 哦 是小蜘蛛 這個好了 我想要遜能速度上升 然後ABC是階級的意思嗎 哇塞 我有好多問題想問 好啦我來看一下骨頭好了 OK我快補滿血了 我隨時都需要骨頭 我隨時都需要骨頭 每個成功的女人或男人 背上都會有50個骨頭 我可以再花錢買更多的骨頭 你們想要買祝福還是買骨頭 還是買會增加魔力的東西 這個祝福感覺蠻有用的 就是我可以新增一個我的裝備 那這個的話更多魔力就是 更多蓄能攻擊 骨頭的話我不知道他能骨頭 但是很顯然你們都要骨頭 OK確定 50個骨頭 我希望之後真的能用得到 想像Sense 喔 Sensei我忘了開賭盤了 這次宣告不開 請打了我把老師 要是這種急降法 對我有用 我在你面前 絕無任何勝算 嘿嘿嘿 嘿嘿 老師你站在樹下面喔 小心 真的假的我就站在原地不動而已欸 呵呵呵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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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變小羊 雖然說很可愛啊 但是Why 好 喔我的衣服沒了可惡 我暴衣了 喔我不知道我自己又要變回人淚了 技術上來說 我剛才不是被老師打到的 我是被小怪打到的 老師還是沒摑到我任何一D線 我只是想說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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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怎麼沒被äl到的齁 左opod 抱歉 嗶 哈 哦沒夢哦 喔抱歉老師 midnight 她 proceeds 我不要跟他講話啦 不要啦 唉唷 給我過來吃你的debuff 親愛的 已經是第二個世界了喔 是時候吃你的debuff了喔 是的 女士 謝謝 他們是會彈的是不是 然後會打水漂的方式攻擊 我剛剛 他還在彈 我不想被謝謝打敗 誰都可以不要是謝謝 他還在彈喔 真的假的 他彈了幾次 Oh my god 我覺得謝謝比老師還難打欸 真的欸 這隻螃蟹已經扣了我 20滴血了喔 老師剛剛扣了我幾滴 好像一滴都沒有 老師你的 戰鬥技術不如一隻螃蟹啊 Oh my god 謝謝 我討厭謝謝 有四個可以選欸 我們可以去見卡龍 但是我們可以拿更多血 骨頭 沒有 那不是骨頭 那個是 卡龍應該已經是老骨頭了 但我們下次 我們下次就去見骨頭好不好 好 下一次 如果有出現的話 我很抱歉觀眾 我沒有去看骨頭 更多血量欸 我還需要更多嗎 不要不要我要拿祝福 太多血了 Oh my god 我不該拿這個的 我不該拿這個的 我剛剛沒有看下面有沒有骨頭 完蛋了 就是刺龍蟲欸 原來他是刺龍蟲是不是 難怪那麼強 沒什麼弱點 我覺得引誘他直接放那個攻擊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攻擊很難多 而且我可以站在原地 然後就是放這個 打我 打我 我知道你很想打我 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不是已經 嘿嘿嘿嘿嘿 刺龍蟲是不是 啊 終於打完這遊戲的第二個Boss了 太好了 比老師還要困難的挑戰 終於過去了 我覺得更多的錢錢好了 錢錢 是我們唯一的道路 還有骨頭 呵呵呵呵 如果說真的出現這兩個東西的話 你們會挑骨頭還是挑錢 骨頭 以後玩這個遊戲對不對 我接下來禮拜四開台玩這個遊戲 我們都只賺骨頭 就算不需要骨頭了 我們還是去挑骨頭 就算在雞蛋裡面也要挑骨頭 沒有錯 就是這個精神 好了 下一個就是Boss了齁 我看得出來 下面有個骨頭 不是九頭蛇 他們看起來怎麼都像是斯普拉頓會出現的樂團 他們會唱歌欸 酷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唱歌不要唱歌 我再被打到一下 我就要死了欸 等一下 先來想想 可以先讓我聽一下音樂嗎 好歹讓我聽個音樂 我剩下1滴的 他們很用心在做這個遊戲欸 好 我看到那個骨手要幹嘛 但是我沒有看到上面要幹嘛 大蛇被使出滅亡之歌 櫻桃新歌呢 我聽說不是9880年出來 快了快了 再等一下 至少已經確定日期了 說服殘魂傷人來到三叉路口 用骨頭向他換任何資源 我可以叫出一隻胖胖鬼 犧牲召喚胖鬼 但是我們現在需要更多骨頭了 我們需要更多骨頭去買上面的東西 好欸 骨頭 而且你們看 更多的錢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等等可以買更多的骨頭 太好了 是骨頭 骨頭 更多骨頭 有骨頭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那些骨頭來買那個 從鬼鬼那邊買更多道具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走剛才那另外一條路 然後再拿更多的骨頭 我有一個好提議 就是我們到時候拿骨頭來換更多的骨頭 OK 我又有50個骨頭可以入獎了 太好了 我快要可以阻起我爸了 好了 我們要去劍卡了 但是這個符號上面有個骷髏頭 完蛋了 有兩個骷髏頭 你們要挑哪一個 這下面有個骷髏頭 代表裡面有骨頭 不過劍莫龍你沒有幫到嗎 你說的骨頭是這個意思齁 喔 是那個觸手 我不喜歡這隻 打觸手 先打觸手 OK 好多了 這隻比老師還難打 他應該才當第一關的尾王 不 你不是骨頭你騙我 但是有史詩 這個我記得很重要 那個助酒杯就是拿來 沒錯 我們已經開啟這個遊戲的約會系統了 助酒杯就是拿給那些NPC 你可以跟他約會的 太好了 嗨 我又回來了 準備來被打爆第三次了嗎 他打到我7滴囉 7滴囉 蛤 好可怕喔 老師老師等我一下 我採個礦 好了 我的礦採完了 我可以跟你打架了 太好了 我立刻就採到了 老師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花了 讓我採一下 喔 呵呵呵 真是一朵可愛的小花 喔 不 我要變成洋了 不 呵呵呵 以鼠被知識洋 這不是鼠 啊 老師你是我上過最爛的學生 學生你是我上過最爛的老師 上老師的課啦 不是那種意思 我想說講的簡短一點齁 我上過最爛的課的老師 這是我們認識的定 他回來了 太好了 就是我親中的耳男 這不是一代的場景嗎 呼欸 好久沒玩黑第4E了 待在金色魔法陣 我只要待在這邊就沒事了 那麼簡單 這些怪也是那個 就是一代的怪 喔 這邊好多怪 哇塞 這有點煩 我也不需要一直待在法陣就是了 如果真的太多人的話 我應該也是先打小怪比較好 不行 我的法陣掉得太快了 已經載路完了沒有 我第一次聽到載路會倒退的 97 98 99 100 啊 啊 攻擊造成兩次的傷害 那這個吧 現在我左右手各拿一把法杖 啊 我覺得我準備好了 又可以再唱安可取了 我有後台通行陣 我覺得骨手比較煩 他能掌控這個太大的範圍 我真的很討厭那個骨手 但其實每一隻都很煩耶 我先想想看哪一隻比較煩 完蛋了 每一隻boss都好煩 怎麼會有一個三隻都那麼煩的 他會換歌嗎 如果我一直就撐著 然後我打跟他打個半個小時 他們會換氣嗎 我可以用新的武器了 你們比較想要雙刃還是暗焰火炬 那當然是虛啊 先虛再說 這看起來就是每一秒可以10下吧 沒問題吧 哇塞 真的可以耶 很快喔 讓我來看看這個的大 NOTHING PERSONNEL KID 還沒 他已經死了 等一下 然後這變成迪奧的大招了 OK 以防萬一再加一把 等等我可以與卡榮嗎 NICE 要恢復世界原有的秩序 還不從老習俗開始復興呢 老師讓我踩一下礦老師 等我一下礦很重要 我需要更多武器 這個是對的嗎 不是 那個是對的吧 不是 我為什麼會有辦法一直踩錯 對 其實鼓手先打掉 我比較好去做事 還是先打鼓手好了 其實貝殼那個 反而是最好打的 OK 打掉一個 現在暫時不能打鼓手 但是同時鼓手也不會攻擊 還不錯 OK 好酷耶 他們會 真的就不唱耶 他現在在輕唱啊 快點叫他閉嘴 你這樣輕唱 不會覺得自己很尬嗎 沒有他現在唱得更大聲了 好像是個壞主意 OK 什麼叫做領弦演出 他變成最煩的那個了 我懂了 我要躲哪裡 這邊 好險 我還有68滴 60滴 不行我是不是應該先打他啊 而且什麼東西打到我 那個東西會震是不是 我太小看那個寶珠的攻擊了 OMG完蛋 我得不及躲 太難了吧 我還是打不贏他 給攻擊的射程增加 這個好了 我需要更長 我好長喔 我好 老師我要來了 你看我的新玩具 老師要教會我的 其實是對自己有信心吧 打不贏第二個boss 沒關係 反正我總是能打贏第一個 好了 今天最後一次了 我希望今天真的能打贏 雖然說我現在目前只差85滴血 OK OK 我打不到他 好 他也打不到我就死了 很神奇的互動 為什麼他要把 標靶放在一個 我沒辦法打到的人身上 好 啊 我怎麼沒被打到的 OK 鼓手沒了 剩最後一個了 剩最後一個了 最麻煩那個沒了 其實這個最大的是最廢的 他真的什麼事都不會做 什麼意思 OMG完蛋了 他召喚這些小魚幹嘛 啊 奇姆 你的弱點終於來了 我們是來復仇的 你還記得我們嗎 YES 終於就像我說的一樣 在今天之內打贏了 偏偏這個時候我沒有賭盤 可惡 我難得想要看到你們全部輸光的說 那我們就繼續看看我們能走多久吧 這是哪 哈 開放式黑帝斯遊戲 我反而覺得 本來那個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待在小房間裡面 這個那麼大的話 我要找到半天 我才有辦法去做事 因為說真的 比起打敗怪物 我覺得迷路是我 更大的敵人 主播都是為了照顧聊天室 主播的用心良苦 絕對不是因為我弟弟 我在看聊天室 我猜我現在沒辦法看聊天室呢 WTF 他現在在用力吸野 哇 我第一次看到 比卡比還可怕的 我應該能打贏他吧 好 至少讓我打贏他 之外要怎麼樣 無受 出現了 比老師還要更強的敵人 我覺得他的戰力大概有100個老師欸 你們怎麼看